對準方位利用工具 將鐵架的各個角落 焊接起來 兩人合作對準水平 將鐵架固定組裝 鐵工師傅料理品 承接家族企業自己開店 一天工時12小時起跳 月修僅有4天 一座鐵皮屋組裝工程來說 一個案件收費10萬起跳 平均月薪至少10萬 旺季最高到40萬元 但壓力也不少 可能就是人差點掉下去吧 太滑 下雨吧 對 我自己也是被電黏住 漏電 人被黏在上面 就只是燒傷吧 每天工作就是得拿著 切割器切斷鐵片 難免被冒出的點點火花 給燙傷 鐵工不止常有直栽 還要看天吃飯 夏天就真的很熱 在那個鐵板上面的溫度 跟地板上面的溫度 真的不一樣 鐵板上面真的很熱 對 冬天就那個冷風 雖然你沒得躲 對 還是要做 成天在戶外還要忍受髒污 但辛苦總有代價 若是給人請的鐵工師傅 月薪落在7到9萬元 若是努力 年薪可破百萬 對比主機總處公布的 國人全年平均總薪資67萬 整整多出1.6倍 對 你好 我來維修了 然後一個活動伴手 然後水管器給人 這一包工具袋就是他的身材用具 這位是水電師傅周蒙傑 自己開業20年 已有穩定客源 配對管線固定在指定位置 裝設熱水器 對它來說是基本功 鎖緊螺絲裝上新的水龍頭 除了最簡單的拆裝功夫 它還會幫客戶 解決難纏的水錘問題 重新組裝 剪壓拔 調整好管線角度 解決噪音問題 周蒙傑靠著獨門技術 在業界闖出一片天 年薪百萬不是問題 所以我們大月是會在 大概過年前 是比較大月 因為大家都要儲救護薪 或四十萬五十萬都有 大月有錢 對 那小月的時候 生意不好的時候 尤其像疫情來說 那有時候十萬塊都不到 即便小月也有十幾萬 若以平均月薪二十萬來說 周蒙傑僅月收四天 每天工時十二小時起票 日薪可達七千六百九十二元 扣掉通勤伙食費 騎電動機車上班 一天通勤費五十塊 三餐伙食費四百五十元 日薪還剩七千多 若以主計總處公布的 全年平均總薪資六十七萬元換算 一般上班族的日薪 卻不到三千元 報酬上面來講 它的確就是都領現金 對不對 那然後可能也在稅付上面 入國家集合不到 它的這個所得狀況 所以有可能也就是沒有這個 負擔了這個繳稅的這個義務 營收高但領的是現金 如果不繳稅也查不到 但這種工作的風險 自然也就不低 工作的地點上 它有一定可以自主的空間 在COVID-19的這段期間 的確有很多職業工人 就專輯性的工人 它的工作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別看他們總是汗流浪費 又難免身上沾有髒污 學者分析 技職工人提供的技術是民眾所需 不會使西洋產業 相較上班族更具優勢 雖然辛苦 但也不會被薪資所佩戴 但也不會被你 在此為起 在此為何要做 而且有很多 詞文章 詞文章